好 非常歡迎大家來今天的哲學學星期五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在開始之前 白晴忠先生開始之前 等一下他會有Podpoint 然後我們大概就是看一下那個文字稿 然後大家看一下他寫的文字 所以他講的東西就是他用日文念 但是有中文的翻譯會在慢慢的往下滑 讓大家可以去看他來講什麼 那另外呢 在開始之前 我今天請這次的策劃奔走很多的黃錦龍老師 然後幫我們介紹一下他們三位 請待一下 謝謝在場的各位市民朋友 那我很高興今天跟哲五這樣的請到白晴忠教授做第二場演講 那昨天其實在政治大學已經舉辦了一個叫做 從屬於智利戰獲東亞各國和亞洲主義的一個國際論壇 所以那邊我也辛苦了三個月 那因為主要我是翻譯的白晴忠教授的 那個是應該拿來好 等我 一兩鐘 啊 我的 啊 不好意思 就是我 你坐在這裡 我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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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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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白晴忠教授的這份專書是在2013年就在霍三一出版的 霍三一出版的永續派遞 然後永續派遞他的目標也是帳破日本的美形 那其實可能在我的霍三一中我覺得非常的嚴重 那是因為我對東亞跨國現代性非常的有興趣 我在2009就開始做政大的體制制法 談那個是東亞跨國現代性 那我其實也不知道不發生三一 我更不知道發生三一之後 我已經快瘋掉了 我去攝谷去看了那個災難的紀錄片 我哭了啊 包括這個誰 看了很多件跟很多導演談過 其實都覺得很悲傷 非常非常的悲傷 我覺得整個世界都都壞了 我其實那種感受我說不出來 那這本學者他們積極的沮喪 我相信再多的瑞仁老師應該也 也只要是留日研究或是研究者都會非常關於東亞的未來 台灣的成為廢墟的條件是什麼 所以在當中我們就發生了三一八 所以三一八我也是非常的關心 所以也跟攝影機能也產生很多爭執 等大家查一下我就知道我罵過很多人 還有人就告我 我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也在一點都退休了 所以我對霍三一的話 其實我很努力的想把霍三一日本的父親知道 那他們對廢墟的思想是什麼 我是已經不能停止我自己 可是我在想說這個永續拜登論 拜託教授這本書 其實他的年齡距我一大節奏 人們覺得說方老師你怎麼想不開 都快退休為什麼一定要去出這個風頭 不是不是 我就不能控制我自己 那我就跟那個教授聯絡上討 那我就很快 所以就很快說 永續拜登論的法 就是這樣我們在 我花了兩年半去把它發育出來 然後最後我會寫了一個很重要的導讀 那也感謝拜託教授他 我們在京都見了好多字面 然後再過來我們希望說 我希望他這一次能夠參與了兩個postel 兩個戰後 或是兩個革命時代的 革命運動的 兩個個人意義來講 我覺得台灣跟日本不相觀看 包括韓國 包括跟香港 我們要一起對話這種 我們希望出現第三 第四 第五種 第六種 出現N字的這種聲音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工作 我們很感謝哲武 感謝陳明良老師 那我很感謝那個 拜託教授 他馬上這次來台灣第五天 所以我們要把它開拓第二場 那一定還有這個媒體的採訪 那我就不囉嗦 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那個清採老師 我要不要請他自我介紹 不用 不用 請你介紹一下 我三位的請教授 先生給自己介紹一下 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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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這三位的主講者 還有兩位對談者的 還有張國成老師 還有沈蕭洋老師 先簡單介紹 拜託教授 拜託教授 他的這一本 永續拜託 那麼 我們在五南出版的時候 我真的不是為了賣書 真的 完全不是為了 真的你們不要誤解我 這次真的是 連政大 我們政大國際事務學院的 外交系 東亞系 都對他很有興趣 那在二月的宿展的時候 甚至是 馬錫會的 測試的 秋龜卷教授 他跟我說我一點都不在乎 意識形態 我們談 所以我們請他來 我覺得希望他這次 能夠全面性的 看到我們破三一八的 台灣的各個面向 我們不在乎意識形態 那日本真正的左翼 他們的理論是什麼 我覺得台灣需要 不知道 我覺得我們對年輕人的 期待更大 所以這次我這麼努力 真的是為了下一個世代 我怕我踏進光 還繼續在流淚 我會很傷心 所以大概是我個人的想法 所以在這本 介紹的這本 日本虛擺戰 昨天因為那個什麼 因為那個 白錦教授才知道 問希萊森才知道 這本書才四年多 在日本賣了十萬本 賣了十萬本 那他有一本新書 叫做這個什麼 日本的國題論 講國題論 這本 威瑞老師手上 這本國題論 這本書才出版不到兩個 已經賣了七萬本 所以他在日本實現 是非常自首可樂的 暢銷的評論家 而且他的對談不是實現 而且他的這個對談 已經多達二十幾本了 那日本各個學界 那對他的這個戲劇 非常的發揮 那他自己的理論家 我想最重要是 他是一個政治思想學者 然後他自己的這個文化 在我所認知的東浩季教授 把他命名為 叫做日本的文化主義 那是不是在這個 日本的這個什麼 失落的二十年 還有在日本就經歷了 後三一之後 日本是不是大量 鬧出了怎麼樣 大家都變成 你叫做破現代的左飛行 那你說現在都是 破現代的大部分 大家都變成左派 因為我現在也超左的 那我想 今天在來都是很左派的人 那做一個文化主義的人 他跟我之前講到的 敗戰戶論的 家族點的觀念 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我有興趣的地方 我就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然後來介紹三位教授 那所以他這個 班中教授他的論證的話 跟日本的左派 右派 或者是日本的相關民眾 更重要的思想 他們都對他們有很大的期望 連臺灣老舟 六月八老回去 他馬上就要在大阪跟大哲聰教授 他每次都思想 他馬上就在大阪這個書店 不要對他 好 那我就快一點 班中教授 你最說我剛才說了這麼多 就是三億以來 他最說日本 學術界跟媒體 重視的政治思想的評論家 這一本書他指出了 冬季敗戰指出 暫漠對美重屬的支配的政治體制 還有不承認敗戰的形性 的一種補陸性狀態 那當然這是後災難的一些更多的指責 那日本他取消了卸稅補償的歷史記憶 所引發的這種領土爭議 還有沖繩基地的殖民支配的這種扭曲 所以我自己在翻譯這個時候 我就把它界定在 其實班中教授也是這麼說 有機敗戰論的這種細譜化 不是他開始的 可是在波山藝的問證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的受到熱烈的討論 有機敗戰論的西谷 西谷正是日本戰禍創傷 跟匯瓦意外 還有一種歷史的反顧跟聲明 那這樣是不是還沒解決 結果是沒有解決 所以安倍經常才夠重新執政 那重新執政最近的醜聞產生 所以這個你待會可以請教 班中教授 那我第二題來介紹 我今天的對談者 因為對談者的話是 一位是張國成老師 是台北醫學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這個什麼 通識教育中心的教授 還有副主任 那他的 那他的老師的對談的理事 日本勇氣敗戰論 VS 台灣 中華民國勇氣勝戰論 那我還跟張國成老師 在這個規劃當中 我對他很抱歉 就像日本他說 本來他的想法 他剛才神經病老師講 日本只有中戰跟敗戰的這種對峙關係 那所以 開始我打聖戰 我勝戰 結果一打不小心 張國老師把我打成聖戰 神聖的聖 聖戰 但是日本語表現就是 聖戰沒有出現 所以說日文的表現的話 他可能會講 神秀 戰勝 就是這裡打字打得出來 結果我打聖戰 就變成什麼 聖戰 所以 這是有趣的一種錯誤 我這幾天給他 我已經快死機錯亂 我常常都要翻譯很多東西 所以說可見 我們當然有勝跟敗 可是他在乎的是 日本的這種武力的心情 他叫做什麼 中戰 這個中戰的字眼 在御英放送裡面不但出現 還有在整個日本 治民黨的執政體制 所以這個部分 是張國成老師的部分 那另外一位 第二位對談的是 國立台北大學 犯罪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沈維陽老師 他對談的實體本來是要講 近十年 霍台灣社會運動的 聖戰敗戰 也就是說 我們對國民黨體 他認為他是聖戰還是敗戰 或者他甚至下本來想 聽到說 我們霍三一八的社會運動 到底是聖戰還是失敗 我們得到執政權的 可是相關的這個什麼 改革是不是還做得非常順 非常的開展 這大概是國安老師的一個問題意思 那我大概簡單介紹到這個 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請安景聰教授 直接就先念他的文稿 然後我們那邊就放下他的文字 然後我們這樣可以縮短一些翻譯的時間 直接用看就可以了 所以那邊的朋友麻煩你 就往那個地方轉 這個椅子是可以移動的 然後前面就可以在那個地方開始看 那這樣的話我們是聖戰絕對 所謂的 不好意思 金梅老師 叫日本的土甲葛 就他沒有愛神 他覺得他會很適合 他說他就在愛神之下 所以他會連結 他會連結 他也好 今天受到邀請來這裡 激進大家的對話 我覺得非常謝謝 今日はですね 今回 本役を して頂きました 英瀋賀愛神道 という私の 書いた本 それと 現代の日本 その視点から どう見るか 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 お話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那麼今天我想 討論還有影響的主題 就是我所寫的 尤其敗戰論 理念的話 他對於日本的 戦後或現代的思想 他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之外是今天我想要講的主題 非常簡直に言いますと この英瀋賀愛神論 という本 何を見つめて 書いている本かと言いますと 戦後の日本社会が 持ってきた イデオロギ それと歴史意識 それに対する 私の分析 それから 批判 これを述べたものであります はい 我的永瀋賀愛神論 就是日本戦後 整個社会 它們對於 歷史的整個的 意識形態 還有它們的整個 意識形態 還有它們的 意識上面的問題 思想的現状 這是我寫這本 重要的主題所在 はい 元々は 外国の読者に 読んでもらうこと それほど想定して 書いたわけでは 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まず幸いなことに 日本で かなり結構話題になりまして 現在韓国 それから台湾で 翻訳がされ そしてあと 中国の大陸の方でも 翻訳をしたいという話が これがなかなか 教科が 大陸がちょっと難しいという 状況で 交渉中という状態になります えな 意識中 中身の文書も 東北の方でも 日本にも 日本にも 日本に 国内にも 日本に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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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知道調教官的問題 或者是韓國的主導者 我覺得韓國還非常勇敢 所以他跟我講過 人民出版之後 我非常接觸過 所以他們就對上面都有一些忽異 但是我們現在還在交涉當中 所以今天是韓國出版 我們是希望把我們 中美的幫你出版 丟過 今天他們為我們台灣版寫的一個書 寫得非常好 寫得非常好 謝謝 韓國出版的書 我今回就是 台灣的特殊者的皆さんにとって 日本社會的現在都歴史 理解的才能 助けになること 都要一致希望 還有一致 私がこの本中 本で描いた方法 自分的歴史意識 或是哪種類型的 哪種類型的方法 考慮的才能 我認為是非常嬉しい 各位對於我這本書的內容 所提到的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日本社會的文化跟歷史 這方面如果能夠有所認識 希望能就這兩點來看 另外就是說 日本對於他們現在國內的現在的 社會的思想的現況 他們現在的狀況 他們現在是怎麼在日本 日本在貨山醫師在想些什麼 如果大家能夠從這兩本 讀這本書到我們非常高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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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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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這個事件是美國和日本國民的意志 這個事件是美國和日本國民的意志 這個事件是美國和日本人的意志 而美國和日本人的意志 日本のメディアはひたすら 鳩山市の政治思考の切烈さや性格に攻撃を集中させられました 鳩山市の人格は実際のところどうであれ この国ではメディアを筆頭に 我が国の首相は外国の圧力によってクビになった という出来事の客観的な事業を全く認識しようとしないということ これは大臣劇において互定した事態にも叶われました つまり誰が政権を担うか 米国の移行という枠内から逸脱するような政権交代は 土台不可能であるという厳しい現実 この客観的事件を見ないようにするために 政治家の実格云々というおしゃべりに 一人とは四つを動かしていました このごまかしは8月15日を終戦の日と 日本人が呼び習わせていることと全く同じであります 廃戦を終戦と呼んで敗北の事実を曖昧化する 敗北の日であります そして鳩山政権崩壊一方 韓政権、野田政権、民主党政権が続くのですが 政権交代直後に掲げられた諸政策は次々に交代し あるほどの期待が掛けられた政権交代というのは 不明瞭なものになってきました これはまた政権交代の不可能性の露呈にお花があるのですが そこで国民の不満はこの不可能性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ものに向かうのではなく 民主党の非力、無能力へとも追っ払わ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そしてついには大多数の国民の意思はないがしのにされ敗れたという事実は 自覚されないまま自民党へと政権は戻っていく かより政権交代の失敗は敗北の日に浸透されています 大臣のきっかけは3月11日、とりわけ福島原発の事故でありました 原発の重大事故に際して電力会社がひどい振る舞いをするだろうということは 私にとって想定内でした 想定外であったのは、いわゆる安全神話を守るための努力すらも 極めて不十分であったこと そして国家と市民社会の事故への反応であります 国家の事件に関して言えば 例えばスピーディーのデータを国民には秘密にしながら 米軍には流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をはじめとして 要するにこの国の体制は国民の生命と安全を守るというのに 基本的に関心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 作家の大井健三郎さんは中野茂原の言葉を言って 私らは侮辱の中に生きていると語りましたが このことは全国に置かれている状況を的確認やしたものであります この国の権力構造はまさに侮辱の体制であ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になった けれども覆っている人は少ない 絶対数では少なくはありませんけれども相対的には少ない 例えば東京でのデモ参加者は その原発で何だよりデモ参加者は 大規模なものでは10万人以上にも上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が 首都圏の人口は全部で3000万と超えております 自分の生命をほとんど直接的に脅かされた 風呂次第では首都圏は深刻な放射能性に見われたはずなんですが というにもかかわらず 行動によって抗議の意思表示をしている人は たったこれだけ人口の1%も届かない みたいなものです 私はここに日本人の生物としての本能の破壊を見ます しかも原子力がこれだけの不祥事を起こしてしまった 王様は裸と誰も知ってしまったのに いまだに原発者はかなりの程度 アープタブーであり続けています 例えば芸能界というのはその典型です 大学も大差はありません 在外については言うまでもありません 脱原発を掲げる経営者というのも 在外のそれなりに数がいますが 経営団連をはじめとする主流派は 多く面もなく引き続きの推進を求めています つまり腐敗しているのは国家だけではなく 市民社会もまた同じでありました この3.11以後の光景を体験してわかったのは この国の国民は日本の国民というのは 奴隷の群れ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このことがわかった時に震災前から考えてきたことと 震災後の光景が一貫したものとして繋がりました 海戦を終戦と呼びかえることによって 一体何が温存されていたのかが見えてきました あの戦争の時代 日本の国民は全体として その文国支配層が奴隷にされてしまったわけですが その構造は基本的なところで 持続し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が見えてきました このことは大部分の日本人にとって 主に冷戦構造と 戦後日本の経済的成功のおかげで 見ないで済む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した この構造を私は永続敗戦と名付けるようです 敗戦の事実をごまかしているがゆえに 敗戦をもたらした体制が延々と続いていました 日本の現在の社会政治情勢を語る上で 大臣世界大戦における敗戦という出来事を 引き上げ出すのは何とも 上田議論に聞こえ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しかしながらあの戦争を総括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現代日本社会の在り方 この社会の権利の存在要体を 現実的にかつ強力に規定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 厳然たる事実であります その意味で敗戦は過ぎ去らない過去であり この点を清算しない限り 日本社会に良き天候が開けることは 絶対にあり得ないと 永続敗戦の構造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が 敗戦の修正のすり替えと これがな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 最大の理由は 敗戦の責任をですね うやめやにして 負けると分かっていた 必ず負けると分かっていた戦争 特にアメリカとの戦争ですが これと国民を追い込んでいった支配層が 戦後も引き続き支配を続けることを 正当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そういう動機がありました この作動は 逆音放送において 幸福や敗北といった表現が 慎重に避けられたことからも 早くも開始されておりました しかし 東北の宮内閣 敗戦省内閣ですが これ1億総目の残念という標語をですね 提示した これに見られるように明確な意図を持って推進されたといえます こうした流れの果てに 敗戦したことそのものが曖昧化されて 敗戦ではなく終戦というイメージに 日本人の歴史や意識は固着しています そもそも敗戦しかいないのであれば 誰も責任を問われる同意がなくなるわけですから 実はこれは見事な論議であると こうしたからぶりというのは言うまでもなく 日米合作によって成立しました 非常に限定された形でしか戦争責任を追求せず 戦前の支配層を戦後の統治者として再起用する一方 左翼をはじめとするですね 批判者の勢力の力を抑制するという方向性は いわゆる逆コース政策ですね 以降顕著になるアメリカによる民主化の基本方針であり それは明瞭な形を取り始めた冷戦構造の区の日本の位置づけによって 出現化されたものでありました こうした経緯を経て戦後日本の権力抽出が 再編成をされたことに考えますと その体制が台北従属を機関とする 仲間海外的なものとなったら当然の言葉でありました 保守暴動による自民党結成 これは1955年 ここにおいてCIAが資金を提供していたわけですが こういった事実に典型的に見て取れるように 戦後日本の保守政治の根本は 反海外的政権を通じた間接統治でありました CIA連上によって成立した政党が ほぼ一貫して政権を日本で握り続けてきたという その一つをとっても 反戦は今現在に至るまで継続をしているといいます いうふうに永続敗戦という来年こそ 戦後という時代を指し示すのに法的であると 私が確信するその理由がありますが 問題はこのことが大多数の国民にとって 意識の外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こうした合意客ないし 無意識化を可能にした その第一的なファクターは 戦後日本の経済復興 高度成長という経済的成功であったと 考えられます そのように中国といった連合国 戦勝国のよりも明らかに高い生活水準を達成した 戦後日本人にとって あの戦争は負けるが勝ちのエピソードと化しました これによって反戦の終戦への転換は 国民の意識にとってリアリティがあるものと 思うのもありました しかしいかにこの数理解が意識における現実となったとしても 欺瞞は欺瞞でしかないわけです この代償は再現のない台北従属です 既に述べたように戦前からの連続体としての戦後の支配層は 米国の許容と承認のもとに統治してきたわけですから 太平洋の方はアメリカに対して 余裕が上がられないのは当然のことであります かつ彼らはアメリカに連続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 否定してみ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なぜならこの連続構想は敗戦の証拠なのだからであります だから敗戦を上目にするためには 連続の事実が否認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だから真の同率とか戦後政治の総決算だとか あるいは戦後レジームから脱却といった 似たり寄ったりのスローガンが 同じ政治制度つまり自民党から 飽きもせず繰り返し発せられるのは 以上の事情からであります これらの勢力から一線を隠していた 畑山幸男元首相ですら 首相自身にあたって 私は外圧によって敗れたというふうには言いませんでした 我々は負けたのであり負け続けてきたのであり負けているという 大変憂鬱な真実は 戦後日本政治において 公言できない 一種のトラウマ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ります かより戦後日本社会は 敗戦を意識の外へと追いやってきましたが このことを裏書きしたもう一つは タイアジアへの姿勢であります タイアジアあるいは タイアジア諸国 諸国民に対する姿勢です タイ米関係において敗戦の危惧を無制限に承認して いうこととの引き換えに そのタイアジアにおける敗戦は 全力で否認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このことが戦後保障や歴史認識の問題をめぐって 繰り返し圧力を引き起こしてきました 故にタイア諸国とアジアでの 日本の孤立という二つの事柄は コインの両面であると見な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アジア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最重要パートナーだという 地位があるからこそ アジア世界では孤立していって 全然構わないという態度が可能とはあります しかしながらこの体制はすでに限界に直面しております 以上の構図は 冷戦構造と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の経済力が 突出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よって 可能になったものにもかかわらないのですが 非他朝鮮問題 これを除きまして冷戦構造等に崩壊をして 日本経済は衰退しました その時海戦のごまかしによって 封じられてきた問題が全て出ています その代表が領土問題ですが 領土問題であり また沖縄の米軍基地問題にもかかわらないのです 尖閣諸島をはじめとする領土問題に 解決の目処が全然立たない理由は その本質が国民や 政府当局者においてすら 理解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う事情に求められます その本質というのは 現代日本の抱える領土問題が 結局のところすべてこれは 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廃線処理の問題であるという事実であります というふうにこれらの領土問題の処理というのは 海洋宣言、ポスタム宣言、サンフランシステム法令、 講和条約といった 日本が受け入れた 廃線したために受け入れざるを得なかった 諸外交文書の本文によって原則的に規定をされます この事情から見れば日本政府は 固有の領土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が これは相当の無理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 見ざるを得ます しかしこのことはですね 廃線を意識の外に追いやった国民には ほとんど理解されておりません こうした現状は廃線を否認し あの戦争は負け戦ではない 単に終わったんだという 歴史意識を国民に吸い込んできたことの結果に お考えください ですが冷戦構造の崩壊以降 構図は全然的に変化しました 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の経済量の投資性は相対化され それに伴いアジア諸国が以前はぐっと 飲み込んでいた日本への不満を隠さなくなりました そしてアメリカにとっての日本の位置づけも 当然大きく変更され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もはや日本は無条件的に 被誤されるべき第一の同盟者ではありません むしろTPP工場において見て取れるように 自身が衰退する中で 集達すべき対象へと新たに対しづけられる というのが当然の執政であります こうした事柄は全て戦後の終わりということを続けています もちろん戦後の終わりという観念は新しい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 これまでも多くの知識人が説得力のある論 流戦後の終わり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 論じてきました日本では しかしそれらが本当に大衆的な感覚として かといえばかなり疑問が残ります これはある意味で気分の問題であって 知識人の理論はそれが鋭いものであっても 気分自体を変えられ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 やはり戦後が決定的に終わってきたのは 2000年代あたりから つまり格差社会が資金にして起用されて 1億総中流という日本社会があってきたわけですが これを明確に崩れてきた時代においてであります というのは戦後日本を最も 敬意をする最も支配的な物語は 平和と繁栄であったからです 2000年代から繁栄に明確に限りが見えてきました 言い換えればみんなの気分がはっきり変わってきたわけです そしてその後 銀国との対外的緊張が高まるようにしてはじめに もう一つの平和の方も危機へと向かうに至ってきたわけです 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はこうした状況下で発生しました これはかつて関東大震災によって 大正時代は実質的に終わったという歴史を思い起こさずにはいられません つまり震災と原発事故によって 家を起きるとしても 平和と繁栄の時代としての戦後が終わったわけです なぜその断念でいるのか それは一つには戦後に一緒に 特効性がはっきりと枠を示され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す すでに述べましたように この国の日本政府というのは民主政府とはとても思えない 国民主権の建前としてすら存在しない こうなると戦後とは民主主義と平和を大事にしてきた時代だという 日本の国民の大部分が同意してきたコンセンサスが崩れてきます というふうに社会が急速に本音モードに入ってきて 平和と繁栄の物語によって覆い隠されてきた この社会の地金が表面に紛失してくることになります それを代表するのが例えば原子力基本法や弱差法 これは宇宙開発に関する法ですが これによって安全保障の本を取り入れられている その先には憲法第9条の実質的な廃止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だろうと思われます それではこの覆い隠されてきた地金 日本社会の本音とはって何なのか それこそは俺たちはあの戦争に本当は負けたわけじゃないんだ という敗戦の否認におかりなのです これまでの敗戦国だということを一応建前としては認めていきました お前らは戦争に負けたろと言われて本当は違うと思うけれども まあいいかと俺たちは平和で豊かだしと 負けたからには押し付けられた民主主義 一応信仰しているふりも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なと まあこういうある種の感じで生きてき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 この建前というのは繁栄が崩れてしまえば一挙に崩壊します まあいいかでは済ませられなくなって 本当は違うという本音が爆発的に噴出し 民主主義を信仰するふりというのもかなぐり捨てられることになります こうした気分の変化には対局的な背景があります 今述べてきた戦後の終わりは国民の意識や感情といった領域の問題であって 国民の主観的次元に増します これとは次元を基にする客観的次元での戦後の終わりというものがあります それはもう先ほど簡単に触れましたように 国際的関係の中での日本国家の立ち位置に関わっています この次元において二つの意味で平和と繁栄の時代としての戦後はもうすでに終わっております 一つには先に述べましたね 繁栄を支えてきた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の突出した経済力は とりわけ中国の大統領によって相対化されました かつての中国は日本の敗戦の日に対して不快感を持っても 国力債の配慮からそれを表面化させるということを控えてきたんですが 今日こうした営業する必要は何だった もう一つには既に20年以上が経過しましたが 冷戦構造が終了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これによって日米関係の真の基礎が変更された 冷戦構造があったからこそ 日本の構造経済成長が可能になったことに考えれば この構造こそは戦後の根幹を成していました そして冷戦が終わった以上 アメリカ日本を始めると ほぼ無条件のパートナーとして 庇護してあげ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というふうにアメリカにとって 日本は助けてあげるべき対象というか むしろ集団する対象に変わってきます そのことを露骨に告げているがTPP問題であります 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冷戦崩壊以降 日米関係のより一層の緊密化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が 結局のところを混ざってきまして 今日ますますそうなっているのは 異様な光景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真の基礎が変わ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です こうして真の基礎が変わる中で 暴力としてのアメリカの姿が 見える人にははっきり見えてきました あの戦争で日本を打ちまかしたところの 暴力としてのアメリカであります 戦後直後の時代におきましては 1550年代にはですね 例えば日本で菅川闘争というものがあ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これに代表されるように 暴力としてのアメリカの姿は 多くの国民の視界に入ってこざるを得ないものでありました しかしその後60年安保という危機を盛り越えて アメリカ的なものが国民生活の中で 広く深く浸透しつつ その過程で暴力性を脱色されて 文化的なものへと巡化されていきます だからといってアメリカそのほうが 暴力的になくなったわけでは全くない いずれとして暴力としてのアメリカであったんです ただしその暴力は日本へと 直接向けられることがなくなってですね ベトナムやイラクへと向けられていくことになります 故に我々は日本人はそれを見ないと 済ますことができてしまったんです うちに向か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からまあいいやと さあどうぞと おとなしく基地も提供しますから よそのどこかで上がってくださいと こういう態度を日本は取り続けました 暴力としてのアメリカの暴力が 日本に向け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 ということはそれこそ想定外であって そのためにそのような事態が 厳密に起こっ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 その認識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もちろん今の見た構図に当てはまらないのが 沖縄でありまして そこでは復帰以前も以後も一貫して 暴力としてのアメリカのプレゼンスが はっきりとしています 故に今沖縄は日本の本土に対する 強烈な批判者になっていると同時に 唯一物事が客観的事例を把握できる立場にいます これに対して日本社会の体制は 沖縄のメッセージを理解していないし 理解しようとしてすらいない 良くて可哀想にとか申し訳ない いくらにしか思っていない つまり一言なんてあります ここで見落とされているのは 今日の沖縄の姿 アメリカの暴力に晒されている姿というのは 明日の本土の姿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にもかかります こういう具合に戦後を支えてきたものは 客観的に変わってしまいまして でもかかわらず日本社会は この終わりを受け止めることができていない 敗戦の否認を代表するような政治家 つまり安倍晋三さんのものですけれども この選挙で首相に押し上げて 成長神話をもう一度と これはアベノミクスですね という夢に寄っているわけです ある意味で永続敗戦の構造は 今順化しつつあるんだと言ってもいいわけです けれどもそれは 終わりの始まりに直面した社会が 示している一種の経営的な反応であります 結局のところいつかは この終わりを受け止めることがあります 問題はですね それがソフトランディング的に実行されるか 破局的事態を通じてなのか これが問題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安倍政権 今のお話しした観点から 安倍政権というのは何なのか 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最後にお話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が 現代の情勢分析としては 以上のような議論をですね 永続敗戦論では展開を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この本を観光庁前後から現在までで 目についた本論に関わる事態を 指摘してお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いずれの事象もですね 本書で私が示した構図が その真実を描いて えぐった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 証明し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その意味で私の分析家としての利用は 証明され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が 私はその事を想定録録には 到底なれません なぜならこれらの証明は 永続敗戦レジーム これが依然として継続しているだけじゃなく 巡化さえしておいてですね その手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 全然でき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を 物語っ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 永続敗戦レジームは その安倍晋三の第一政権が 成立まさにしている そのしているプロセスで 横目にですね 書かれました で、安倍晋三さんは 岸井信介を おじいさんとしてですね 持つことを非常に誇りにしている アイネンティーの中核としているんですが こういう人がですね 3.11以降の日本国家の指導者となるという展開は はっきり言って最悪の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 私はその前から予測していました 果たして現実はその通りとなりました まずアベノミクスと称する経済政策をやっていますけれども これは大体紛失であります 歴史修正主義 これが安倍晋三の昔から歴史修正主義じゃなくて これをですね 出してきたわけです それで今大部分で大問題だったのは 遠古主義による政治腐敗です この政治腐敗を隠蔽するために 誤魔化すために公文書の改ざんへ隠蔽ということが 横行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はっきり言うのは 上記を逸した壊滅的統治を行っていますが 残念ですが 全ての国政選挙で安倍が率いる自民党が勝利を収めています この術が物語っているのは 日本国民はもの人物に体現される何かをですね 支持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安倍政権が体現するものを端的に言いますと 永続敗戦レジーム これを手段を選ばずに支持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安倍晋三さんの執事 これまでの言動からした明らかなことなのは 戦後レジームから脱却というですね こういうスローが分かれば言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 永続敗戦 私に言わせれば永続敗戦レジームこそ戦後レジームなので そこから脱却するんだったらいい話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全くその反対にですね 永続敗戦レジームとしての戦後レジームを 何が何でも守り抜くということが 安倍の政治実践を根本を成しています なぜならこのレジームが コンプレックスとルサンチマン以外 何も持たないこの小さな人にですね 二度までも首相の地位を与えたわけですから 彼にとってはですね このレジームから脱却なんてことが 絶対に起きてはならないわけです そしてこの守り抜く手段は 永続敗戦レジームの原理主義的な順化です それはつまりその原理っていうのは 敗戦の否認ですから これを徹底化するってことを言いにします 安倍さんは国会答弁で ポスタル宣言はちゃんと読んだことはない というふうに語ったわけなんですが それがそのスタンスの象徴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もちろんでもそんな敗戦の否認っていうのは そもそも観念的であるほうがないわけ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俺たちは本当は負けてねえんだと こんなのだというような考えは 全くの観念的なものなんですが これを前面に打ち出すならば それは永続敗戦レジームのメッカリズムに従って 対米従属を一層深めるということに 気結をいたします 安倍さんは大和大統領や トランプ大統領に接する態度において この軌道をですね ほとんど日本のように証明してきてました 安倍の政治の危険性はですね 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容認する 憲法解釈で変更であるとか それから日本版軍産複合体へ 手こ入れする政策といった 非常に軍事的なものへの傾斜におきまして 明白なものとなっていったんですが 昨年から今年にかけてのですね 朝鮮半島の緊張が高まったことによって いよいよその本質をあらわにしてきたといいます 緊張が高まった中 全ての関係国が 対話の可能性を何とか探ろうとした そういう中で日本の安倍晋三だけが さらなる圧力 それからアメリカを 100%支持する というふうに言いました これらの経緯が明らかにしたのは 安倍晋三指導者とする 本レジームの中核部というのがですね 朝鮮戦争が終わっちゃうということを どれほど嫌がってるかということ このことが非常に明らかになりました なんで嫌がるのかというと 朝鮮戦争が終結すると ザーリッジ米軍が日本に駐留している根拠が 一つ失われるわけなんです それはだから彼らがやっている 自発的な対米従属の物理的な根拠が 一つ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を言います もっと言えばですね 彼らは朝鮮戦争の再開を 望んでいるとしたら 推測できます なぜならそれは根拠を失って 空中牢獄というふうに化してしまった 永続廃生レジームをさらに持続させようとする 無理を通すためにはですね 最大有力の手段として 朝鮮戦争の再開は機能するか もちろんその際に 南北朝鮮で発生する犠牲について 彼らは何の関心を持っておりませんし 日本国民に発生する犠牲に対して 彼らは無関心である 以上から最後に指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 現在アルフィジニング増産によって 潤化され維持されている 日本の永続廃生レジームは 東アイザー全体にとってのリスクとなる可能性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彼らは彼らの 体内的な権力基盤を失いたくないために どれほどの偽制を払っても アメリカとりわけその軍事力を 東アイザーにつなぎとめようとしております 台湾にとってですね 中国との圧力という現実 これに照らしてみますと アメリカの存在は大変良意的 被誤者でありかつ 支配者搾取者であり というふうに私は推察をしますが 当然日本にとってのアメリカの存在は同様と 良意性を有意しています ところが日本ではこの良意性ということが 非常に見えづらくなっています 私が台湾の皆さんと議論をしたいのはですね この良意性に民主主義と 私たちが求める民主主義が どういうふうに対処していくべきなのか という問題であります 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好 再次熱烈な掌声 謝謝白行中教授 好 也謝謝黃錦隆老師 他整個翻譯都是黃錦隆老師翻譯的 他如果翻譯有錯誤 黃錦隆老師會負責 開玩笑 那我們接下來 就是在談一個剛好 回到跟台灣比較相關 因為我們在台灣 在国民党の統治下面 其實我們創造了一個 在台灣創造一個 聖战論 就是 中華民國打敗的所謂的日本 所以 而且放在台灣這個環境 因為我們知道 台灣在大陸戰前 其實像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當時他應該是日本人 所以在台灣中太土地 他會的應該是一個搬戦国 可是他移植了一個東西 就是聖战的觀念 提供他們 好像活在這裡 有一個共同的光榮 可是那個光榮 就是沒有歷史的 或者沒有記憶的光榮 甚至是衝突跟矛盾的光榮 所以 這裡就是 張國晨老師 接下來要為大家提出來的就是 如何在中華民國移植 和所謂的聖戰論 在台灣 然後我們現在熱烈的掌聲 歡迎張國晨老師 好 謝謝各位 也謝謝我們的白禮工教授 那麼 這個很榮幸 一定有機會來與談這個非常有意思的議題 好 這個一開始呢 看到這個日本的永續敗戰論 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是基本上是永續勝戰論 剛才呢 有一位聽眾朋友說 他對於這個 常年對自己的國家的史觀 暴使批判的學者 非常有興趣 我想你大概也是衝突我來的吧 這個 因為我也是這樣子的 那麼 那麼 基本上我有幾點的看法 首先是針對這個 日本的永續敗戰論 中華民國的永續勝戰會 我想中華民國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這樣子的政體 打敗了日本 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呢 之後呢 中華民國政府來到了台灣 那麼 讓在二次大戰中 是日本領土的一部分的台灣 也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 甚至可以說是唯一主要的領土 因此呢 這造成了幾個結果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這樣子的永續勝戰論 所以中華民國對台灣 始終抱持這種概念 就是說 因為勝戰了 才把你解放出來 所以我們 不只是像日本人一樣 把第九十五年 八月十五日稱為中戰 我們是稱為光束 這在中文裡面 是一個非常正面的語言 那麼 在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所以呢 我們也不能夠否認 就是說 一部分中華民國的 來台的這些人士 對台灣的人 或台灣的土地呢 佔著一種 施恩者 解放者的心理 認為一切呢 都是他們所帶來的 那 因此呢 對於日治時代的這些事情 全面的予以否定 那麼 一切在台灣的統治呢 也可以合理化 正當化 我想這個都是在於這種 聖戰的觀念 那麼 第二呢 因為這個 永續聖戰論 所以呢 中華民國 一直有一種 特別的優越感 就是 戰勝日本 譬如說呢 去年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空軍呢 在紀念這個 二次大戰的時候 還是這個 還是這個 打一下飛機 騎上了許多的 日本的這個 標誌 代表他擊落了許多的 日本飛機 那麼 中華民國的軍人節呢 是9月3號 是日本 這樣 蒙古蒙古投降的日子 那麼 這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種 獨特的優越感 這當然有其歷史的依據 但是呢 也讓這個 中華民國的一些 史官呢 始終不容易在反思說 他們在過去的作為 因為中華民國是聖戰的 所以呢 中華民國到底怎麼聖戰 對二次大戰 到底是怎麼樣打贏的 很難反省 因為一反省的話 可能就讓這個神話 有所攻擊 那既然不能反省的話呢 你就很難解釋 為什麼1945到1949 作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 又面臨了第二次的戰敗 好 這個第二次的戰敗 是敗給中國共產黨 但是呢 因為前面的戰勝 所以呢 也很難反省後面的戰敗 既然很難反省戰敗於 中國共產黨的事實呢 就讓今天 台灣面對中華民國國 或者講中華大陸的時候 的行為 非常多是 這個沒有效率 而且是充滿問題 這個大家如果有興趣 我們可以再討論 第三個呢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的 這個永續勝戰論 所以呢 永遠我們用戰勝者的角度 看日本 但是呢 不能否認的是 1949年之後 台灣的各個方面的發展 不如日本 甚至在1971年之前呢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呢 還需要靠日本的幫助 這個是一個具體的事實 但是呢 後來呢 這個當然 這個優越感了 還是必須要維持 所以呢 這個 但是台灣呢 不管是發展也好 面積也好 經濟也好 還是不如日本 即使在現在日本已經 這個 剛才白頂教授講到 已經崩壞的情況下 那麼 台灣還是不如日本 這是事實啦 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 這種優越感呢 就必須要聯合中國 才能夠維繫 因為中國 所以呢 所以呢 這種優續聖戰論呢 對部分的台灣人 長期來這種親中仇日 有非常強大的心理之處 這是針對我個人提出的 這種優續聖戰論的一些反思啦 那針對白頂教授的 剛才的這個提法 我也有一些看法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第一呢 就是說呢 白頂教授非常認真的反思 認為美國呢 感覺到日本是從屬於美國 這一點來講呢 他作為日本的這個學者 當然有他思考的技術 但是呢 站在台灣人的角度來講 因為我是一個台灣人 我最關心的還是台灣的事物 那麼站在台灣的角度 台灣呢 連一個美國的大使館都沒有 跟美國沒有任何正式的關係 所以呢 看到這個 這個他國的學者呢 在批判對美從屬 反思到台灣現在的處境 我個人的感覺 就好像是一個 沒有穿鞋子的人 在這個夏天 非常炎熱的時候 在馬路上走 又曬 地上又熱 結果呢 旁邊有一位 開著這個馬西迪斯的人 開過去了 然後他在抱怨說 唉 冷氣怎麼這麼冷 到底好不舒服啊 我認為這個就是 作為一個台灣人 看到這個 日本的這些學者們 對他們對美國態度的檢討 我認為這都非常 無奈的態度 第二 我認為呢 這個 白底教授 對美國呢 有非常負面的評價 這個是 在日本的左派的學者裡面 左翼的學者裡面 這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呢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如果沒有美國的話呢 日本以現在的態勢呢 要怎麼樣對抗 不想說對抗 怎麼樣 在面對現在的中國呢 我認為呢 這個是一個 這個 我提出來的問題 第三 這個 白底教授呢 提到了就是一個 暴力的美國 這個一個暴力的美國 那麼呢 目前看起來 這個 這個 在美國呢 提出了幾項 對台灣有利的法案 希望增加對台灣的軍事的 合作的狀況之下 好 我們呢 看到了這個 日本的學者提出了一個 暴力的美國 所以呢 我相信呢 這個 永續半戰論這本書 應該會是 再來在台灣的親中的力量 或者是 在中國的這個方面呢 會非常歡迎的一個東西 因為呢 如果台灣的人都相信 美國是一個暴力的組織的話 那麼 對於現在美國的這個 對台灣的這些 增加這種 合作的態勢 應該會持著反對的態度吧 所以呢 我想呢 這個對白底教授來講 應該不用擔心 這個動作呢 在中國呢 應該會受到很大的歡迎 因為呢 這一點來講 這個是 非常這個 這個 中國方面呢 或者是台灣的部分的勢力呢 希望台灣人呢 也能夠這樣子的去接受 這樣子去理解的 好 謝謝 國程很尖銳對不對 沒有客氣的 對 然後所以等一下 我們大家可以 當然大家可以好好想一下 因為 在這個過程中 沒有社交台灣的處境 如果說 萬一 有幾個假設啊 就是說 作為暴力的美國這件事情 然後 我們怎麼去看待另外 這種暴力 還有一個中國的問題 整他去處理它 因為這個問題 可能在很多人心裡都放很久了 那 那我覺得也 值得我們這一新的一代來討論 因為在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甚至在等一下 之後也請潤文老師 在我們 做一次那個史關的爬書 再講 稍微跟我們談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不同的分野的看法 尤其 對於台灣左右的問題 然後在 還沒開始之前 我們先 現在請 沈國陽老師 他從一個 更大的 新自由主義的結構 或戰略體制的結構 來去看一下 不同於 白晴聰的觀點 也不同於 張國室的觀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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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謝謝 白晴教授 謝謝郭晨老師 那 畢竟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專業是這個 犯罪學 所以當然 聽起來好像離這個是 稍微比較遠一點 不過我覺得 身為一個台灣 我的公民 都我確定 可以去好好關心 這一類的議題 所以 我基本上從我自己的 角度來出發 來討論這個 白晴 白晴老師的 這一個所謂的 還有這個 國晴老師的 這個 那剛剛比較有趣的地方 是在於說 因為國晴老師有提到說 台灣一直來 會有這個 親中 寵日 這一部分 不論是多數還是少數 但總是會有一部分 這樣的一個 思考的一個模式 那我剛好要講這個 一個相反的模式 是在於說 我在前幾年 參加一個會議的時候 有一個文學家 那他在討論說到底 日本跟台灣的關係是什麼 他講一句非常可愛的話 叫做 友達以上戀人未來 對不對 所以說這剛好反映出來 跟剛剛國晴老師 剛好是一個 相反的情緒 就是說 對於日本 是非常親近的 那這個當然也展現在 我們這個 311之後 台灣對日本的一個捐款 然後每一次日本 只要對於台灣 表達感謝之一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這個不管是 IGR Facebook 各式各樣的PO文 對不對 感受到感動 然後還有這一次我們 發生災難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安倍寫了一張台灣加油之類的話語 然後 會讓大家感受到興奮跟開心 都沒有到稻草的程度 但是 總之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現況之下 非常有趣的是在於說 這主張這種友達以上 對於日本 對於日本 佔過的這一段歷史 這親近的歷史 反而是缺乏反思的 也就是說 當他們討論到 比如說 比如說 萬安婦的問題 或者說 戰敗者人的問題的時候 會選擇避而不談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情緒呢 這非常有趣 是在於說 我們會可能會 本身會有這樣的意識形態 或是我們要親近日本 但我們又會感受到 日本可能他會有邪惡的一面 這個在 而且老師的書裡面也有提到 那這時候就會陷入一種很特別的一種 要認知失調 你明明是認為說 這個是好的 但是卻感受到 它有壞的一面在裡面 所以當你有這種認知失調的時候呢 通常會需要一種 情緒上的一個抒發 那我一直都認為說 台灣在這一段歷史上面 情緒的抒發 一直都是靠我們所謂的這個 不管是政治人物的一些宣傳 或者說我們一些社會運動 導致我們情緒上有一個出口之後呢 然後打染了 所以 這邊我想你用的就是 這一個人氣測非常有名的一句話 然後來討論這個 日本跟台灣和比對的一個方式 他叫做 他說 I know But 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I know So I don't know 就是我知道 但我不想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就變成我不知道 那這是非常有名的一種 心理的一種治療的一種方式 因為當你今天明明知道 你不想知道的事實的時候 你會藉由一種逃避 然後一種心理的壓力把宣洩出去之後呢 就當作好像你不知道這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是在於說 大家剛剛在北京老師的這個演講裡面 有看到說 它最主要的那個一個脈絡所拉的線 是在於說 對於日本對於這個歷史的這個 他們有一個敗戰的這個諷刃 就是不承認自己有敗戰 那這一條線呢 作為政治人物的一個宣傳方式 然後又符合日本人民心中的情緒 然後讓大家得到一種熟解 但是在我的觀點來講呢 我只能為說 當我們民眾 有各式各樣的這種情緒 或認識失調的時候呢 其實市面上 或者說台面上 是有各式各樣的政治主張給我們選擇的 所以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這次美國的 美國的Option 那美國的大選 大家知道這個民主黨本來 在跟希拉蕊對打的是這個 Bernie Sanders 那Bernie他其實他有另外一套主張 他是專門在罵華爾街的人 那就得到很多的共鳴 他其實上如果他出現的話呢 那其實他也有可能會當選 所以當時讓很多人心中得到一個書籍 是在於說 喔原來華爾街的人那麼可惡 那川普剛好是做另外一個反向的事情 他是罵移民 對不對 他說他要在墨西哥跟美國建一道成家 然後讓墨西哥的人不能進入 所以他也是用另外一種主張 讓大家感受到心情上的書籍 那這種心情上的書籍 在政治學上面是至關重要的 為什麼 是因為當今天人民的情緒 遭受到壓抑或者陷入認知失調的時候 非常需要有任何包裝 或者這種消費的東西 讓他可以感受到舒服 那這種舒服的方式呢 通常會有三種 一種就是入罵經理 入罵經理就會叫做罵政府啊 或者什麼就是 你最近可以看到館長 幹嘛在罵罵美金牌 對不對 就是類似像那種感覺有沒有 罵政府 那罵政府 當然你罵政府還有另外一種是罵大公司 譬如說要罵華爾街的人等等之類 就是罵經理可以分成這兩種 那另外還有這種辱罵 排除移民的方式 非我族類的方式 比較偏向國族主義 那日本很顯然 目前走向這條道路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初學恆式的有沒有 就是辱罵犯罪人有沒有 作為被害人的一個立場 犯罪人應該回到眼前 所以這種各式各樣不同的主張 它那種icon 會讓人感受到心情上的一個屬性 那台灣 那台灣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我一直都認為 因為台灣這個 這個脈絡以來 本來台灣可能是有機會 譬如說 台灣也可能入罵移民 台灣對於移民 的確是有某種程度的一種歧視 然後或者說對於犯罪人的一個歧視 但很有趣的是在於說 因為這個318太陽花運動 還有這個之前黃仲修的安線 你會發現這個 大家站上街頭最主要 是對於現在進市派 就是說對於現在主流 對於政府的一個反動的聲音 而這種反動的聲音 的確是有 就像現在之前時代力量 或者說像黃仲修老師他們 他們可能站出來登高一呼 跟你講說 現在這個主流的政府 他現在做的事情可能是錯的 所以這個時候讓人民 本來有的壓力得到一個 非常有用的書解 因此願意站上街頭 但這個站上街頭 本身可能就是一種 情緒抒發的重點 也就是說它可能就句點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是在於說 大家可以仔細回想一下 台灣的這個 歷史上的幾個 我應該說比較近期的社會運動 我以為宏仲修安會理好 那宏仲修安那時候 一多人上街頭 英文那時候也是 義務律師 那那麼多人上街頭之後 到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結論我們就是廢除軍法宣判 那廢除宣判什麼 看起來好像是一種 很成功的社會運動 那你仔細想想 整個宏仲修安 它所發生的一個脈絡 最主要就是因為 它跟軍中那種 事關這樣的制度 然後它可能不輪掉的一個問題 所以它可能明明是 關鍵沒有那麼大 卻掌握那麼多的一個權力 也就是說我們那個 它在軍隊的一個制度上 不能接受問題 但我們最後的結論 卻是廢除軍事審判 也就是說廢除軍事審判 有沒有辦法解決軍中文化的問題 完全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會變得很奇怪 那個現象是 那麼多人 十幾萬人 那麼憤怒的站上街頭之後 認為這件事情需要被改變 但最後我們選擇的 卻是維持現狀 那這種維持現狀的情緒 是我覺得台灣人 非常獨特的一種選擇方式 也就是說 因為畢竟我們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很多人就會喜歡主張 所謂的維持現狀 而這種維持現狀的意識形態 會深藏在我們的心理裡面 就好像其實這幾天 他的館長在罵說 兩黨一樣爛 所以我們要投國民黨 那這 你就覺得很奇怪 就這樣說 你從來沒有聽過一個人會說 兩黨一樣爛 所以我要投民進黨 你不會聽到這樣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他所謂的那個 現狀的那個情緒 本來就在他的那個意識形態裡面 然後透過國民黨的教育 不斷不斷的一個傳承下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回到剛剛這個社會運動的一個脈絡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人權運動 當然 因為我自己在台橋會工作 所以這樣講到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 但是我們的人權有點像是在 放煙火 就是說 這個譬如說這個MeToo 這件性別的案例有沒有 這個什麼女權 這個父權主義 這個很可惡 所以這個女權需要保護 然後放了一個煙火 然後像同性類的婚姻 應該要被保障 又放了一個煙火 然後勞工的權利應該要被保障 尤其最近那個外景 尤其是愚共的權利 對不對 應該要保守保障 又放了一個煙火 但每一次煙火放完之後呢 就好像這個 就好像 就覺得很舒服 所以也就是說呢 以太陽花為例 明明當時我們可以討論的議題 有那麼多 我們可以說我們 反中國 我們也可以說我們反對 資本主義 或者反對某種程度的自由貿易 但最後我們決定的方式 卻是 就是程序 就是說 阿黑箱 那黑箱這件事情呢 到中國如果 你把它透明化 基本上沒有解決問題 因為它裡面 喬東西的方式 並沒有被改變嘛 所以 像這次 以這個 台湾那個 館州米對不對 像館州米的案件 也是類似的情形 一個大學自治的煙火放起來 大家都 集體到場 但到最後呢 它明明最大的問題 是在於說 在內部 他們要喬出來這個校長 那個文化本身 並沒有被解決 結果你今天說 我們今天 沖走一次程序 然後程序把它做好 但問題是裡面的文化 沒有解決的時候呢 你就會認為問題已經解決了 那這樣的一種情緒呢 變成是台灣 社會運動非常 非常 非常普遍的一種案例 所以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 大家都知道 抄襲可能是 一件不是那麼好的事情 像學術可能會抄襲啊 然後道版 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以前 我們會下載一些 VP3 我們會有道版的DVD 然後我們學術上 大家也喜歡抄來抄去 那 當時可能會成為一種關係 然後這是第一階段 然後第二階段呢 可能就出現一種情形 就是說 我們要開始立一個法律 然後立一個制度 然後說不行 我們這個著作財產權等等 專利等等是需要被保障的 這是屬於第二階段 所謂法律跟制度的一個建立 然後通常國家就會走入到第三階段 就會開始反思說 沒有錯 我們現在已經完整的建立一個 智慧財產權的保障的一個制度 但是 難道智慧財產權真的可以保障到 他本來宣稱的利益嗎 這個法律制度會不會有問題呢 應該做一個反思 那像彭先生老師他介紹的 像這個日本的這個脈絡 就很像這個第三階段所謂的反思 制度已經出現了 他有一定的一個法律制度 而這個法律制度的出現呢 本身可能並沒有達到他宣稱的目的 所以他們在反思的過程當中 他認為說日本的民眾應該要覺醒 應該要想得更多 那台灣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在於說 有時候我們就在第一階段 就是可能還在超 就是可能還在第一階段 然後第二階段呢 我們開始訂立一些法律制度的時候呢 就出現剛剛講的放煙火的情形 一旦訂了一個法律就放一個煙火 訂一個法律就放了一個煙火 遇到事情就馬上放一個煙火 結果最造成 最後呢 一開始那個第一階段的問題 沒有被完成的解決 所以我們永遠都無法找到第三步 問自己說 我們這個法律制度建立的 到底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 所以像體育改革也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 最近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這個體能的網球 網球協會啊 還有這個棒球啊等等之類的 這些行為都很有問題 就是黨國體制出現的那些肥貓 那這些肥貓體制我們認為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決定要建立一個法律一個體制 所以大家知道有體育改正 體育改革法 但是體育改革法一出現之後呢 有沒有把這些事情解決 沒有 就好像我們在 你說永遠可以看到 明明就是在正南龍事件裡面 在當任警察局找的人 現在還可以繼續進去西北施施施 以前在當任這個所謂新聞局長的人 他竟然還可以競選總統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為什麼 因為我們最關心還是 轉型正義的議題 那我們台灣為什麼 在轉型正義的這件事情呢 一直沒有辦法做過去 我們不只是陷入了 剛剛講的就是我知道 但我不想知道這件事情 台灣更嚴重的是在於說 他可能是說我知道 但是我不想做決定 也就是說 維持現狀這件事情 已經生殖在我們的DNA裡面 導致每一次人權的主張 或者轉型正義的主張 一出現的時候呢 一出現他就已經以為 已經 就是說這個問題已經被解決了 我們是不是以前的提示 會比較好 所以中華民國提示 為什麼可以那麼完整的 到現在還可以複製到 民進黨政府的身上 就在於說這個DNA 存在在我們的基因裡 所以當然 這個 就像剛剛國小老師提到的 班星老師說我們需要走到 這個第三階段 讓國民有更多的這個 反思 我們不只是要對於 不能只是說 真正是移民而已 我們對於政府的作為 我們對於這些 比如說和人的發展之後 他們有一些公司想要 恢復那些就能源的產業 應該對於這些人想要反思 那台灣可能連 到這一步都還沒走到之前呢 就已經大人了 所以這是我對於這個 班星老師跟台灣的現狀 做一個比對 我想說這樣可能會讓大家比較共鳴 那我知道這就是新政府的最主要的是 要讓大家可以多討論 所以我們就先講解釋 謝謝 那個 鋪馬跟 國城他們當然會 之後會常來 其實他們兩個會常在這裡 而且 那個鋪馬他已經在 回到台灣了 那接下來還有很多時間 可以找大家來跟他討論 歡迎 他提出的這些問題 其實也是台灣很重要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 其實我們都透過 回避問題 然後來解決問題 以為回避問題 就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然後這個情況 我覺得在累積的這個政黨問題 兩年之後 他有一股力量也 那種不滿的情緒 大概也爆發出來了 所以大概可以慢慢看 但是我們 我們在討論 接下來我們現在 面討論之前 我想 要找 請為特別的來賓 那種 吳恩老師 因為他又了解台灣的戰後 他又非常了解日本的東西 他也非常了解歐洲的整個的歷史 那 當他聽完這三位的說法的時候 我想他應該有些感觸 所以 我們要不要麻煩請他來跟我們講幾觀眾好不好 謝謝 各位大家好 因為那個 我跟白錦 我都叫白錦 你下一個人 他的老師 是我的 那個同班同學 就是日本人 所以說 我也算是他老師配的 以前 我們在那個 他在日本的時候 一起喝酒 然後他 然後他 還有很多 就是他就是一個非常銳利的 他那一輩的幾個很年秀的那個 學者吧 那所以今天他來 我很高興 那因為 台灣是一個 Jungle 一個聰明 有很多陷阱 那白錦 白錦 你 是哪一句 你 都 不知不覺 一直想要講白錦 因為我畢竟有點吃到我神輩這樣 所以 他知道日本講法是會對 稍微對自己學生被偷取 這樣 呃 就是說 我心 我就 我很間短的就介紹 為什麼他談這些問題 基本上就如他自己所說的 他的這個評論本身是更內過的 他是日本政治的自我評論 所以注意到 所以這裡面 跟剛剛國城在提的問題裡面 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所以你看白錦老師 他的很多在日本的評論裡面 他沒有去trace說 日本戰敗的這個體制是如何形成的外國因素 國際政治的 結構性的 不是一個人創造 而是無數個巨大力量創造出來的那些東西 是那些巨大的無名的結構性的因素 創造了日本戰後體制 創造了現在南北 但是因為他是從內部批判 當然可以注意到 他們比較容易設置 內部的比方 日本個人的政治家 菁英 然後日本社會心理的批判 他比較少去談說 是什麼樣巨大的外部條件創造 這個 這種日本 讓日本可以在戰後 成了那麼久 用一個從日本內部看 很畸形的方式 竟然可以如此繁榮的強大 各位注意到 這是一個內部觀點 那台灣呢 在看他的時候 一定會出現外部觀點 為什麼 因為日本的 因為這裡面 前世道以後 你日本會這樣形成 是國際政治造成 然後國際政治裡面 有一個重要結構 就是大國跟小國 那台灣是小國的小國 如果日本跟美國的關係 是美國是核心 日本是邊垂的話 台灣又是日本的邊垂 所以台灣是雙重邊垂 站在雙重邊垂 跟多重帝國夾縫裡面的台灣 非常體會到 老實講 我們都非常清楚知道 所有的大國 不管美國 或者中國 他們都有兩面型 他們可能既是保護者 又是威脅者 這兩面型都有 所有的大國 對於小國來講 所有的大國 都可能既是善又是惡 都具有暴力性 所以說我想 那個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說 為什麼說白錦老師跟 張國崇老師 他們兩個的觀點上 會有一個差異 不單純只是 一個關心台灣 一個關心日本 而是因為 你只要脫離了日本 脈絡就變成一個國際 國際政治就會出現realism 也就是強與弱 國際政治是一個 沒有法則的地方 強權就是正理 在這個意義下面小國 就算你面對強權的這種壓迫 你也只好撕下來 所以 我總會講說 罵了我 我們每個到十萬都沒有了 講到日本這樣 所以我想我主要是 把這個背景跟這位說明 所以他才會從那個角度說 那如果說各位忽略了 那個白錦老師 他的討論 主要是內部的做評判 忽略了這個面向 而把它當成外部的 國際政治的操作工具來用 比方說 你把一個很有良心的 日本進步派知識人的自我批判 當成脫離這個脈絡 拿到 比方說 我之後從中國角度 我認為這個對中國有利於 是國際中他來宣傳說 美國是暴力 那現在中國都不是暴力 或者說 韓國人 很多民族主義者 也有可能用這個來宣傳說 美國是暴力 或者日本是怎麼樣這樣子 那如果這個樣子的話 就是顯然是脫離脈絡的理由 所以他來之前 我有跟他講說 我說 要小心一點 就是說 因為你談的是純內部的 如果今天白錦老師 談的問題 是一個 從國際脈絡的角度看 那我想他的論證 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想先把這個做一個說明 然後我最後來回應到 只有你的一點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 那個 你叫馬子武 你的社會心理學的分析 非常有意思 他剛剛提到一個叫 那個群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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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講的那個說 政治家 為了要 處理那個 公民或群眾的 心理上的 情緒上的 政治家 會為了要去 你就是要讓大家有一個情緒上的出口 就是 修辭上的策略 語言上的策略 所以他就提到幾種策略 比方說 你簡化敵人 你找一個他者當敵人 或者說 你攻擊精英 大家知道那個 美國的民粹派最喜歡講說 I'm an outsider of DC 我這個人從來不在DC 所以他講的兩個 Trump 也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那個 華盛頓的那個insider Bernie Sanders 這兩個人 一左一右一左 都是民粹主義者 好 OK 他提到這個東西 那我就回到說 回到說 我們那個 從那個角度來 剛剛我們提到的那樣 所以說 像那個今天我們談的這類的問題 就放在這個 這個談 如果我們歷史 因為台灣跟日本 或者台灣跟韓國 或台灣跟中國 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兩兩一組 互相之間的那個關係 都非常的複雜 它顯得一個多重的複雜 一個情境 都必須要經過一個 轉譯的過程 要很細膩冷靜的討論 你不能夠今天在裡面 出現一個東西 你直接拿來當作你的工具 你必須超越你格子的立場 把它拉到更高 找出裡面的共同性 換句話 如果真正從整個東亞的角度來看 白景聰的勇去戰敗 跟日本批判 他的意義 從整個東亞的角度來看 意思是什麼 我想他還沒有提出來 他現在來到台灣 才開始要面對這個問題 今天各個我想要用這種問數 你要是使用個人立場來用的話 那就是誤用和惡用 那就是民粹 就是不在乎各國的每個地方 自己特定的 你忽略了那個 百姓聰在做論述的那個 國內的情境 那你把它割裂出來 拿來用來當作你的政治工具 這樣 所以說真正能夠等到 勇氣敗戰爭 這一對的日本批判 跟日本評論 成為一個真正的東亞的論述的話 還要留待它 或者各國 包括它所有的讀者 跟聽眾都可知超越自己的立場 然後整個東亞去看 看看彼此的情境 把自己的立場相對化 看看最後能不能從 日本自我批判的論述裡面 找到某一種共同性 只有在那個意義下面 我們才能夠說 我們會脫離了 民粹主義跟民族主義的一個循環 然後才能夠達到有可能的對話 那否則目前的話 恐怕都非常困難 那我只是先把這個部分 跟各位做一個說明的 就做一個有點像背景說明 這樣 免得大家可以有點誤解 因為他們今天並沒有來跟大家 聽到很詳細的說 要比日本戰後的左右的歷史 跟歷史的論證 跟不同的史關等等 那是一個另外的問題 那個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找機會來這邊聊 我再跟各位做說明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瑞仁老師 答應我們說 要再來這裡聊一場 你有聽到嗎 大家掌聲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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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時候來找那個 再請大家邀請大家一起來 那大家你可以看到 這個不同的概念的爬書 所以可以讓你們了解到 我們處在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史關決定的 我們在思考什麼 可是國城他也提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觀點 就是說 我們的敗戰跟勝戰 其實也是有很多相對論 比如說以中華民國來看 他就不會去承認 他對於這個 對於中共的敗戰 他是用竊驅大陸 他從來不承認敗戰這件事情 所以他也會有一個 他在中華民國 在台灣也會有一個 看不見的永續敗戰論存在 但是他相對於日本的時候 就會變得有一個 永續勝戰論 在掩蓋他的百戰論 那所以 現在就變成說 否認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否認其實是 建立在某一種目的 有利於自己的目的 而且可能是 建立在某一種自我欺騙 讓我們不想看到 現實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呼馬也提到的 我覺得你那個說法說 我知道 其實你批評到那個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也是認為自己 我知道我無知 可是他講到 也是談到另外一種否認 那種心理上的否認 我因為呢 透過我知道我無知的時候 我也不想去知道 結果我就真的不知道 那這個 這個否認 讓我們沒辦法 最主要是 讓我們沒辦法了解 現實的狀況是什麼 以至於我們都處在 一種模糊的狀態 模糊的泥沼裡面 而拔不出來 這個才是 但是我們在看這些史冠 如果還可以 我們還可以帶一點東西回去的時候 可以提供我們自我反省 到底在哪個史冠的框架下面 被限制住了 而我從來沒有機會去反省 這個框架的形成本身 那我們先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開放給大家 來發問 然後每一個人 有一分鐘的時間 你可以做Comment 你也可以提出你的問題 然後 我們一次三個人 針對任何一個人都可以 來粉絲們 趕快 粉絲們先 好 我看到那個 二 還有呢 第三個 第三個 等一下你們就會 冷不住了 先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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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問一下那個白子教授 就是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那個 你剛剛有提到那個敗戰論 然後 你是覺得說 應該要就是要 日本要脫離這樣子的思維 然後 可能比較容易去再走出更不一樣的路之類的 那 我是想要問說 那 在這樣子一個情況之下 我會覺得 日本它能夠目前的政治啊 經濟國際地位等等 它基本上是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美國 那 美國去庇佑日本 大部分的情況下可以這麼說 那 如果今天是要完全擺脫美國的操控 那你們覺得就是要怎麼樣 就是 日本它還可以 它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去擺脫美國的操控 然後 擺脫了之後 日本它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再走出一條 可能更不一樣的路這樣子 對 因為你剛剛的論述 這是 比較是屬於意識形態的批判 可是 當我們批判完之後 我們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去 重建這個現實 這次 對 問的問題是號的問題 如何 如果美國是在一個戰後體制裡面 就是說 美國對日本的影響是這麼深的話 然後 你認為說 那個敗戰論 如果要脫離是 要去承認 美國對於日本的一種 強大的這種控制 然後接下來是說 知道批判完以後 接下來要怎麼做的問題 下一步要怎麼做的 來 請教一下 我1956年才出生 所以我 讀到的歷史是 日本被 美國的原子彈 給打垮 美國 那以你看 現在 日本 有能力來打垮美國嗎 如果說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國家的力量 沒有這樣子的 走在世界 先進的行業裡面的話 那你來期待你的 日本 即使還行了 又怎麼樣呢 好 我們又碰到一種 這種說法 其實上是非常現實主義的說法 我的拳頭就是比你大 他的拳頭就是比你大 不然你要怎麼樣 所以我們這種論述很容易 變成一個暴力型的論述 但是 剛剛文理提出來這個問題 其實非常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 其實有一個 我們不願意承認暴力的存在 或者是我們如何去看待 國際政治暴力的問題 就是剛剛 瑞然老師講的 就是說他這個 這種強權 可是剛好這一群人 又突然就是 非常有理想性的人 希望我們可以用 非暴力的方式 更脫離國際 那種現實主義的理解方式 來去討論 真正理想中的政治 但是呢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先讓 白金通 進來 進來 他認為說 我們這裡面 很多人都對於 對美重塑這個問題 還有類似的發言 他希望能夠把他統統 進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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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しているのは、日本の台北従属の特殊性なんです。 奇怪な仕方で台北従属をしている。 台北従属をしていること自体は別に不思議でもなんでもないわけで、 それはアメリカとの戦争に真似た結果であります。 ところが、その結果として日米安全保障条約というものもありますし、 様々な欄でのアメリカへの依存、それから収奪を受け入れている層面すらあります。 問題は、そのことを日本人が意識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 そのことが日本の社会を内側から腐らせています。 それが今本当に表面化してきたことであって、 例えば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戦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すら、 もうアメリカによって支えられています。 日本では保守派の主流派のこと、立場は、 新米保守派というふうに彼らは呼ばれていますが、 まずその新米保守という言葉自体は大変グロテスクなものです。 ナショナリストのくせに新米である。 そして、なぜそういうものが成り立ち得たのか、 それを主流にすら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が、 すごく安倍政権の5年間で表面化してきた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アメリカの古文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と、 他のアジア諸国に対して日本人が優越感を感じること、 要するにこれが差別でありレイシスクなんですが、 そのことというのは、コインの表裏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 つまり、アメリカが世界一だと。 その一の古文である日本人というものがアジアでは一番偉いと。 それで、朝鮮人や中国人、中華民族、韓民族というのは、 日本人よりは下だと。 ところが実際、現実は国力というのがいろんな意味で縮まったり、 あるいは逆転をされてきたりということを追って、 今何が起きているかというと、 日本の保守、あるいは右翼たち、 それがポピュリズムとも結びついているんですが、 それがもう、頭がおかし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んです。 クレイジーになってきている。 で、現に、私が今日台湾に来る際に、 羽田空港から飛行機に乗りましたけど、 羽田の空港の本屋さんに、 どんなような本が並んでいるかというと、 もう堂々と、 中、中欧人の人が、 特にコリアンなんですね、日本人が意識するのは。 それに対する、 要するに差別感情を満足させるような本というのが、 今、むちゃくちゃに日本で売れているわけです。 しかもそれが国際空港の本屋に、 山積み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 これは本当に売れるべきことですし、 これらの本を喜んで買っている人たちというのは、 間違いなく安倍政権の熱心な支持者です。 これが日本の不健全な台北種族、 特殊な台北種族の、 腐敗した社会の、 歪んだナジョナリズムの現状です。 白松教授、 昨天政大会提到相關爭論点非常多。 他提到說、 他講的對美重屬的這個提示、 他在日本内部的、 包括各種輿論界、 也對他有很多的批判。 他認為他們的理解他不太有。 他只是要強調說、 對美重屬、 如果日本看看有這位金銅、 只要他當他日本的經濟、 国家的力量、 沒有什麼不好、 他日本是一個經濟強、 可是問題是說、 對美的重屬、 白松教授、 他就要指出來是、 對美重屬的特殊性、 那種很奇怪的方式。 那麼他來支撐日本、 包括自民黨、 或現在的安倍政治權等。 他們對敗戰之後、 為什麼還對美重屬的特殊性、 他叫做是、 親美保守派。 親美保守派就是日本的國族主義的話。 那麼他其實是呈現了一種、 從內部他來看的話, 他是從日本國民的無意識、 政黨利用國民的無意識, 他形成一種很封閉的、 竟然在發生、 合核在事故之後, 還可以二次執政的自民黨。 或者是安倍的這個、 祖父的岸信介、 可以受到CIA的這個支持。 他們這些軍國主義者, 在戰鬥還可以變成日本首相。 那所以說, 這樣的部分的話, 日本會說, 日本人甚至對於亞洲的態度, 他講, 昨天有最正常講到亞洲主義, 那日本人他的優越感, 他藉著美國的這種什麼, 來掩飾掉、 來隱蔽掉他們派戰這個事實。 然後政家跟一般的民眾認為, 這樣我們日本就走上了經濟繁榮的、 成長的大火。 那麼你看當中就在他裡面的概念, 他都戰勝了中國又怎樣、 韓國又怎麼樣, 或是相關的亞洲的國家, 日本就可以帶著很優越的、 歧視的眼光來看亞洲各國。 那對於日本呢, 他的國族認同、 他的身分認同上的話, 我們其實雖然我們輸了, 可是我們就是很有錢啦, 沒有怎樣, 這是我們戰後的民族主義。 那日本這些右翼保守派的話, 他認為說, 他這一次在這個什麼, 他不感覺到這裡很奇怪的這種狀態。 日本的意識也是一樣, 包括日本在霍311也是一樣, 或者在2011前後所出現的, 失落的20年那時候的話, 日本的閒中全新, 他們叫做黑特, 黑的就是仇恨理論。 那麼他這次來台灣的時候, 在武田機場, 他變成在日本, 現在哪一種書賣的最多呢? 罵中國人、罵韓國人。 那這些人的書, 反而是在國際機場這樣的空間, 那他堆積無山。 他覺得, 這樣製作可以拿著, 他覺得做一個日文, 他覺得非常的優廉。 那這種仇恨理論的話, 那這樣的話, 這些人當然都是怎麼樣, 安倍晉三的熱烈支持者。 那這樣的苦背、苦敗政治的, 這背後的這種異權的關係, 他們卻不去看。 所以這任務, 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內部比賽? 所以日本他是藉殘脫殼, 來保持亞洲的優越性。 然後藉著經濟的成長, 讓他們得到更多的利益。 可是就像剛才有些人, 他可能會說吧, 他剛才演講機有講到, 這樣的一種自我欺瞞的借鉤, 在國際機場, 尤其是在他的經濟衰退之後, 新界要面臨怎樣? 不得不面對真實、現實的狀況嗎? 不然再… 對… 對… 非常多的事を考慮しました 那是否有所謂的 要是要是国民党が 随時改憲令を出している 無茶苦茶的、権威主義的、 そして恐怖政治的な体制 というのは 日本だってそうなる可能性が 本来有った事なんですね 那是否有所謂的 朝鮮戦争 これが敵部のところ 38度線のところで また休戦するという形で 一応通問 もし北朝鮮の側が 朝鮮半島を武力統一をしていたら 日本の体制はどうなっただろうか 多分 戦後の台湾と同じような 凄まじい警察国家というのが 日本でもできたに違いないんですね 理解性民主主義なところは 到底許されなかっただろうと思います 要するに 日本では一応何かの民主主義体制というのが 戦後できたわけなんですが 外見的には これは要するに 冷戦構造の中で 東アジアに向ける冷戦構造の中で 日本もアメリカから見れば前線なんですけど 前線基地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しかし最前線じゃないんですね 最前線は38当選 朝鮮半島38当選で そして台湾海峡だと だから本当に日本の位置 置かれた位置というのは 美味しかったんです アメリカからすれば 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だから 日本は守って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 いろいろ利益を与えてあげなきゃいけない けれども最前線ではないから ちょっとデモプラシー動くらいさせておいても 大丈夫だと こういう具合に 日本の戦後というものは 推移をしてきましたから それによって 根本のところは アメリカによって 支配をされているんだ ということが 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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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には 見えなくなって そしてこうやって 誰によって支配されているか 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ることです 意識しない人間というのは 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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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ホになっていく ですね で、完全に今 どうしてもなくなっているんです やはり あれだけ厳しい 例えば台湾の場合 どっち偏差国家によって 抑圧的な支配が行われている中から 生き生きとした 民衆の文法というのが 今日出てきて それが社会の改革ということに 力になっている ということに比べますと 日本のデモプラシーの状況というのは 極めてきていたんです それは生じ 外見的にはデモプラシティックな体制というものが 長年一応続いてきただけに 結局のところ この本当の 何て言いましょうかね 権利を行使するだろうか 自由を 政治的自由を行使するだろう 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なのか ということがすっかり分からなくなっている そういう今 日本は状況になります で、その代わりに いわば 政治的自由を 勇気を持って行使する代わりに 権威主義的な 右翼的ポピュリズム 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な レイシズムの表質でありますし あるいは 効果主義の傾向でありますし そういったことが今 現れているのは 日本の現状です 日本の民主運動 日本の国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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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な地方 尤其は台湾の不一点 日本の国民主党 日本では 日本では 日本西日本は 日本の国民主党 他們是看不到的 尤其他今天白天 我們張國城老師帶我們兩位 尤其帶拜登下去看景美的這個什麼 人權園區 看我們當時警備總故事 當時是如何破壞 去看這個老爺 他也是非常的震撼 我們可以看到美麗島大使的這種 這個現場模擬 或者是關這個呂秀琳跟陳菊的地方 那對於說 他今天去看景美這個人權園區的時候 他覺得我們對於白色恐怖 那時候對於台灣的 在台灣那時候有戒嚴的這種權威的體制 那麼受到的威脅的時候 做到了很多迫害的時候 日本照說也應該跟台灣 也一樣的情境產生在戰後 但是日本的話 他們就是在當時的 那時候的韓國戰韓戰的時候 日本的話如果那時候北韓 他的黑色統治把南韓吞了下來的時候 變成一個完全是共產國家的韓國的時候 那時候的話日本 已經是會變成跟台灣的戒嚴司機 一樣的悲慘的警察國家 那麼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這裡說日本的民主主義的體制 它是怎樣形成的呢 那麼他就比較了一下說 最重要其實是在於冷戰結構之下 在冷戰結構之下 那日本不是在東亞地區 在亞洲的最前線 那時候亞洲前線就是 朝鮮就是韓國跟我們台灣 也就是美國把韓國跟台灣 對於讓這種威脅體制能夠溫存下來 讓國民黨如果這麼暴力 或者是讓北韓的這些存在的話 一切都是為了美國的利益 那為了我是圍堵 我想是為了圍堵中國 所以日本的情況 對於我們曾經受過戒嚴力破壞的 台灣民眾來講的話 那麼跟美國的存在 或者是國民黨的存在 他們日本對於美國的話 跟我們台灣不一樣的 比方日本的民眾 他們看不到這些腐敗的 這種支配的這種體質的問題 或者是可能性的問題 所以因為日本越來越看不見這種被支配的卸直 那麼日本的民眾是越來越變成是笨蛋 我們叫阿白 阿吼 班農教授曾經有書寫說 他現在覺得很難受 在過50年 100年之後 日本的後代會講說 那時候大概150年 他們笨到這種程度 他曾經講過這句話 所以我覺得很不過的感動 那所以說 那對於面對日本在照顧 能夠再忍戰的一些過程 不是在最協定的關係 他們就逃脫無必在台灣一樣受到援科 包括韓國我們也知道 不會受到援科的這種警察 國家的這種壓迫的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可是日本的話 我們台灣反而因為這樣反而是 我們現在能夠在這種壓迫 從屆時期到現在這個歷史過程 台灣對於社會運動 非常有很大的這種什麼 假如要顯示了很大的這種勇氣 所以就是說 也就是說對於民主制度來看的話 到底是表面的不面的這種民主主義制度呢 還是說對於這個什麼 政治上面的這個權益的結構 或者是現在剛才講的 各國家現在所出現的 不管是英雄 剛才講的英雄 或者是剛才講協中兼函的 那這些現實的現象的話 他認為才是說 日本看不到這種支配的這個問 而且不想看的問 剛才提到的他認為說 也就是說忘掉的是一段冷戰的結構當中 美國必須要扶持這樣的日本的權在 讓他又覺得說 他就告訴大家 我本來小孩死了之後 這由你們台灣人推了 其實我們日本人 一起賺錢有什麼不好 我自己也都這樣感受 所以 大概拜託教他要講的是說 日本他們對於在這個 亞洲東亞的地震群脫土上面 日本他處在多樣的一個 幸運跟不幸的這種位置上 日本他越來越看到的是 但是他非常弱心的地震 好 謝謝 然後剛剛瑞伶老師有用完打PASS 他可以補充一點 我們趕快 所以因為這個是一場 日本的進步派常見的分證 簡單講就是說 日本很幸運 他在抵戰的時候 他成為美國的前面的一個主要的工具 但他又不是在第一線 他是在台灣大前方 大前線是南韓跟台灣 所以我們遇到政府之後 警察國家進行抵制 但是日本人是在第二線 所以日本人一直非常安全 所以他說日本主在 一個非常微細的一個狀況 就是非常美味的位置 他明明是冷戰的前緣 卻不是最前緣 所以他很安全 而且在美國的庇護下 又能夠搞經濟成長 又不用自己搞國防 於是這個國家能夠經濟成長 於是日本人突然忘記了 其實他們是脫避於這樣的一個體制 才有辦法政府發展 然後久了以後 就什麼事情全部忘記 也忘記自己根本只是 日本美國的鎖國 然後反過來就喬不起 其他比他窮的國家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日本的民族 不是自己創造 不是自己創造 是美國給的 不像我們台灣或韓國 是自己爭取來的 因此日本人對於權力的行使 沒有明確的意思 也不大知道該怎麼行 他們以為那個東西 就原本就在那裡這樣而已 因此他說他去看了那個景點 他感覺文化哪裡去爭取來 但是日本沒有 但是日本沒有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真正認真去想過 權力是什麼 民主是什麼 所以他們很容易在不同情況下 這東西就墮落成什麼 民粹 墮落成極右翼 那種排彎這些東西 因為對民主不是自己爭取來的 因為沒有很鮮明的民主 跟權力意識 所以很容易墮落成今天這個樣子 然後又看不到自己是美國俗國 又看不到自己的法律 是來自於冷戰的脫避冷戰 然後又搶不起別人 然後自己又完全不曉得什麼叫民主 什麼叫法治 什麼叫權力 所以搞到現在很容易 就被政客轉換成右翼的一個體制 他覺得對日本民主是非常危險 他說日本人會變成阿呆 他們講日本人說 日本人是和平 就是說 他們日本人相信說和平是天生 自己會來的 然後現在又覺得阿呆 就是說日本人也不知道什麼叫民主 因為不知道了如何行使民主權力 因此也不知道了如何保護民主 所以就如此的看待日本的民主 逐漸一直一直在崩壞 所以幾十年內 在日本已經可能 如果不再去改變的話 他會崩壞 所以他必須一定要去批判 提醒大家看清楚現實 那不要搞了 我們是脫避於一個達到歷史條件 在別人今天這個樣子 謝謝瑞仁老師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 大家開始舉手了 一二三 好 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待到凌晨的兩三點 今天我們十年就要離開 所以我們九點半的時候一定要結束 所以要請大家原諒一下 所以每個人一分鐘好不好 好 想請問一下那個白璟教授 那個 對於同樣都是二戰的時候的 軸心國 比如戰敗國的德國來說 那 德國現在的發展 就是 與社會之間的那個 與國際社會之間的交流 還有與美國的關係 是不是會比較接近白璟老師 影響中日本的那個 應該有什麼姿態這樣子 很好的問題 來 再來是 這裡 來這裡 你好 剛剛 魯仁老師的那個 解說 有一個部分 對於我理解 白璟老師的那個 成脈都非常有效 就是 那 另外我對 永續敗戰論 就是我自己有個疑問 就是 永續敗戰論 是以中戰 代替拜戰 然後以否認 否認 敗戰 那為什麼我們叫 永續中戰論 我們叫 永續敗戰論 永續敗戰對我理解來說 它是永遠的敗戰 對 因為永遠 因為否認 所以永遠處在一種 敗戰的狀態 永遠承認敗戰的情況下 你導致沒辦法 離開那個 敗戰的這種泥沼裡面 所以就等於 他迴避了敗戰的問題 然後 把他用中戰來粉飾他 這個是他在裡面提的 對 我知道該意思是說 對於這名字 永續敗戰論有點困難 為什麼是 已直的敗戰 對 永遠的敗戰 對 如果我們把它改為永遠 會不會好一點 我想說 永續中戰論 永遠的中戰 我們沒有戰敗是中戰 永遠的中戰 那就是反對中戰 就是反對中戰 我知道 但是他說 他說的是 永續敗戰論是 日本戰後核心的 政治核心的思維模式 是這樣嗎 你這樣講我這樣點意思 你也說說 其實 目前日本的現實 裡面應該是都是中戰論 對 是永續的中戰論 對 而他提出來的是 我們在這個永續的中戰論裡面 會導致我們 有 停留在 永續的敗戰論當中 你是要提這個 永續的敗戰狀態 對 永續的敗戰狀態 對 永續的敗戰狀態 對 然後他會先變成 他會成為 永續的敗戰 對 喔 我知道意思 OK 他在英文就是 A treatise A treatise A treatise OK OK 那 了解 OK 那第二個問題是 嗯 這是 就是說 欸什麼 中戰論是 日本回避 戰後日本人回避 歷史的一個方式 那 而 日本又是 美國的從屬國 一 白天老師的一觀點是這樣 也就是說 美國 支持或是 允許這樣子的論 這樣子的 態度去面對二戰的失敗 而 日本二戰的失敗 可是 嗯 可是 那為什麼 美國需要日本 就是說美國 允許或需要日本 以這種態度去 以中戰論這種態度去 面對他們的意思 而不是希望 如果想要美國 想要更強烈的 控制日本 那不是 就是 你就是戰敗 你就是 你就是 在邪惡那一方 那這樣不是更能夠 深刻的控制力嗎 好 對 就是讓他 真正的認清自己 活在虛弱當中 好 好 就是一次 就還要給你面子啊 讓你覺得你沒有 好像沒有失敗啊 然後 可是這個可能 是更好的技巧 讓你 不用承認他 好 等一下 可能講 分對心理學講一下 不用承認 然後你其實 你就會死得更慘 好 就 活 活 活在那個自欺當中 自欺是蠻有用的 你可以去看沙特的存在的虛弱 裡面一陣章都在看自欺 好 這個可以談國際政治的自欺 好 這也蠻有意思的 好 然後我們再來再聽完 來同學一下 來同學一下 我剛剛聽到的三個老師的論述說 都是比較偏向於 what的我的論述 就是嘛 都是w h a t 都是what 都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出現 可是我問題很簡單 就是 好 我們都在自己騙自己 然後剛剛那個 新的學位老師也有講說 台灣目前有時候在一個 中華民國 目前在一個 戰勝的 騙自己的 狀態 然後在我看來 台灣還有另外一個 騙自己的 叫做 經濟的騙自己 我們常常會說 哎呀 我們還是有這種四小龍啊 我們還是 經濟還是很不錯的啊 可是 始終都會看到一些 呃 老公的問題 或是說 台灣在 世界上 老公就是 被壓破年 所以我的問題很簡單 我們到底要如何的 停止 停止 自己騙自己 你這個問題好哲學喔 這個 不容易 對 好來 我們等一下 一樣順著他們 我們先從 請 因為時間關係所以 我們先請 國成 郭亞 你先講 然後等一下再請國成 然後我們再回答一下 整個整個回答一下 然後最後請 白金老師做結束 好不好 欸 針對剛剛的問題呢 就是說最後應該 好最後一個問題比較有關係 就是說 是話題還是很耗爛的問題 就是說 應該說 呃 在我們社會學院裡面 有應該是社會流暴理論 那流暴理論 就是說這個 民意可能是 一瞬間可能一天就改變 就好像 當時這個 周子瑜拿著這個 就是在鏡頭前面道歉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那一夕之間 那那個觀感都不一樣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一直都會認為說 其實 台灣一直都有可能從 就像剛剛瑞豪老師提到的 可能是左派的民粹 也有可能是 右派的民粹 簡單來講 就是政治人物到底 拿了什麼糖果出來 那這個糖果 在 能不能多吸引民眾的時候 他所提出的那個糖果 有可能是 今天有用 明天就沒有用 那那個中間會有很多那種 權力的 這個關係 那這個權力關係 每天是怎麼變動的 那個人家 所以我一直都認為說 像另外白金老師有提到說 在戰後的這個體制之下 他有機會去 反對政府 說這個民主體制其實是有問題的 是在美國併應上的民主體制 但他也可以 其實那時候當時 也可以有另外一個聲音 就是反對我剛剛講的那個 能源業者 因為能源業者一直想要說 反正我們再回去做這個核能 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當這兩個聲音都存在的時候 到底 政治人物其實兩邊都有 左派右派都有 然後當然這邊也是左派右派 但是就是兩邊的人都可能會提出 這樣的一個主張 只是說那個主張 什麼難的時候 哪一個比較吸引人 有時候可能只是49%跟50%的差別 但到時候誰得勝呢 我認為是歷史的歐難 那只是說在以大脈絡來講 我們以後設的一個方式 常常往前看會認為說 喔這一條這個 就是所謂的這個有去白照 或者有去中戰這條線 好像從頭拉到尾 但我會認為說 這個從頭拉到尾的一個過展當中 它不是一個很習慣的事情 我認為說它是一個不斷的在 好幾次可能 三次到四次的偶然 我們都選擇了這一條路 而另外一條路之所以沒有出現 就只是 我認為比較適合的 所以才會認為是 因為太陽花那時候出現 我也認為是這樣 它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情 在當時的情況之下 如果沒有它突然佔領立院的狀況 那可能 不會有這一條線 就好像當時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 當然我也去回到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這可能是一個終止 明明就是今天是行政院的問題 今天沒有開工聽話等等之類的 但你看到 當時的情況是 大家對佔領立院是認為OK的 情緒發洩 結果三二四行政院的時候 大家都反對 連運動者自己都反對 公信政院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 就是因為它的情緒已經得到 終止得到發洩之後 如果現在反過來是 行政院先被公 然後再來是立法院 那時候主張可能就不是 在講內向 完全是在講說 中國因素或者 自由貿易的因素 那就是誰先做誰得勝的問題 我會認為是一種 歷史的偶然 這可以可能回答到 剛剛你說 它到底是如何進展的問題 謝謝 還有啦 美軍 美國 是應該要 這個 你逼日本 只會自己戰敗 你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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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是當日本 有面子的方式 所以才 才可以亮到美交 但是我會認為說 這個國際的期待 跟這個國家都 也會怎麼做 可能是兩回事 因為它也是一個dynamics 例如說 美國可能很希望 台灣做什麼事情 但台灣可能 表達出來的樣子 完全不是如此 所以但如果台灣今天假設 就像我們這次 如果說動投說 都要證明這件事情 如果說這件事情 真的做到了 那美國可能就會有 另外的反應 他可能期待我們做什麼事情 我們可能 他可能期待我們走A 但我們可能走了B之一 但他也認為不錯 他就繼續持續 利用這樣的狀態下去 因為你知道 執政者他不是 他不是連續的 他是不斷的在轉換的 然後那些大公司的利益 也是不斷在轉換的 所以 只能說 我們只能在現有的條件之下 我們能不能夠利用 美國 雖然說美國剛剛提到 是比較惡的一個狀況 但是其實 以歷史的脈絡看來 美國算是 最善意的一個強權 所以在這個善意的強權之下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應對 我覺得當然不是只有 那日本有沒有看到 他被支配的一個狀態 但我們可以反過來講說 他們在反省的過程 他們要怎麼去利用 美國支配他們的狀態 那台灣其實 還是可以去思考這件事情 只是 我會一直認為說 在我們這個國家體制 沒有建立好 體質沒有好之前 去談這件事情 都是有點 難過的 就是這樣子 那 謝謝各位 那個 热仁學長師以前 我在職業服務處的時候 那時候 他還在念國師 可是 他的paper 已經被很多老師 作為美國的教授 被有一種 上課的地圖的資料 所以呢 我那時候感覺就是第一次 尬 OK 好這個 首先呢 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說 對我一個 這種念國際政治人來講 日本左翼的大部分的觀點 我都不能回答 說這不是針對台灣 比如說 美國設定 韓國 跟台灣 是冷戰的前線 這件事情 我就不能接受 為什麼 台灣之所以變冷戰前線 是因為蔣中正 退到這裡來 美國本來根本就不要了 而且蔣中正堅持說 台灣 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站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立的最前線 這一種對立 不是美國叫你這樣代表的 是你自己這樣代表的 那個跟韓國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認為說 是美國硬性設定說 台灣跟這個韓國 是這個冷戰的最前線 我認為這個在歷史 至少在台灣歷史 我不是那麼能接受 而且這也不能解釋 1979年 美國就離開台灣了 如果那時候冷戰結束了沒有 還沒有結束啊 所以你說 美國設定台灣是冷戰對線 那個冷戰對線結束 美國你就退出了 所以我認為這是很奇怪 第二 如果沒有台灣跟韓國這種威權戒嚴統治 日本會變成警察國家嗎 我認為西德有沒有變成警察國家呢 沒有啊 他也是冷戰對前線啊 對不對 那他在旁邊 他在前面有一個台灣 一個韓國 在歐洲實施這種戒嚴統治 警察國家來保護西德 不成為警察國家嗎 沒有啊 所以我認為這兩個說法 我不太能接受 當然是時間的關係 第二 剛才有一位朋友 講得非常好 他說台灣人 什麼時候才可以停止自己騙自己 我要跟他報告 其實不是台灣人 不是自己騙自己 而是有人在騙你 然後呢 有人希望 他就是你自己 進入你的靈魂 然後呢 他騙你呢 希望讓你覺得 是你自己 在騙你自己 實際上呢 是他在騙你 比如說 亞洲四小龍 這件事就好了 我經常看到網路上 有人說台灣現在 調到亞洲四小龍 最後你 其實我要跟大家報告 真的全亞洲 在講四小龍這個字的 只有台灣 韓國從來沒有在講 他們什麼四小龍 他們早就在講 軍團體啦 新加坡有人在講 四小龍嗎 新加坡從有 這個地方以來 從他是英國殖民地以來 1949年之後 到今天 他的國民所得 從來沒有 低於台灣 台灣從來沒有 他國 台灣的國民所得 從來沒有高過 新加坡的60% 香港也一樣 所以台灣 至始至終 就是這個四個 最後面的 只是現在一直有人 有人提醒你說 欸好像是誰指證了 好像是怎樣了 所以台灣就掉下來了 就好像我前年 上一個節目 有人說 以前有個模糊狀態 所以呢 邦交國就不會掉 現在呢 模糊狀態沒有了 所以邦交國就一直掉 我說 那請問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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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模糊狀態呢 那你說以前 講中正總統 講英國總統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模糊狀態 有沒有成了九二共識 根本沒有這個名詞 發交國會不會掉 掉的最多 所以我說這種事情 很多事情不是 台灣人自己騙自己 台灣人不要忘記 所以是有人在騙你 但是他希望 是你自己 他自己相信 他進入你的靈魂 讓你覺得 他在騙你 實際上好像以為是 你自己在騙自己 謝謝 國城 國城跟他講 你那麼開心 其實會有問題的 因為國城可能是他人 對啊 進不到你們的靈魂 你看你開心回去 佛附動他好不好 所以我們在談很多問題 其實最主要還是要回到 有一種自我反思的能力 就是我們得到一些訊息 可是國城跟我們提過 我們一些是 是一個邏輯上的問題 就是 你那個講法 沒有辦法一個普遍 不夠周延 常常都有一些論證 而且在台灣目前的情況下 我們很容易接受一些 失敗主義的觀點 甚至呢 我沒有去考慮說 任何 聽起來像是事實的時候 背後裡面有一個 權力操控跟厲害關係在裡面 然後大家都偽裝成 中立客觀第三者 那個才是最噁心的一場 所以你只要碰到講的 那些東西 那應該都是來的 不是 好 那我們再來 最後請 來請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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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戦後の日本というのが同じような立場で どれだけ違う歩みをしたかということは よく言われます。 もちろんこれは日本に関して批判的に 言われるわけ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の批判はもちろん当たっておりまして ドイツの場合は真正面から 自分たちが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を認めると 徹底的に認めるということで その結果としてもちろん それをお礼をしない限り東西分散も 本来できないわけだったし それを認めることで 結果的に今 したともにヨーロッパの中心として認められるような 政治的もより経済的自由を築いたわけです。 それに比べて日本はどうだろうというと 今の例えば朝鮮半島問題でも 日本のリーダーシップだと全くゼロである。 ゼロであ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こんな馬鹿な国にリーダーシップからも 出せたらならないと私は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要するにこれはまさに 英俗敗戦レジームと私が呼ぶ 特殊な台北従属体制というのを取ってきた結果であって 経済的には随分大きな存在になったのに アジアにおける指導的政治力というのを 一向に持つことができない まさにドイツと対照的なものであります。 それはもちろん戦後の過ごし方というところに 人の見合い方ということと大いに関わっております。 大事なのにですね、じゃあドイツと日本の 一番大きな決定リーダーシップって何なのかと というとですね、これはあまり言及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ドイツは2度世界大戦に負けてるんですよね。 第一次世界大戦、第二次世界大戦。 それこそドイツも結局一回負けた時には 敗戦の否認をやっちゃったわけです。 あのー、俺たちは本当は負けたはずはないと 言ってヒットラーが出てきて もう一回やるぞ、今度は勝つぞと 一回やったけど、また負けちゃったわけです。 ということで、ついに 本当に負けたらなくなるなということを 正面から見通えざるわけになって 日本は1回しかまだ負けてないんです。 これが決定的な差です。 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し、だから これは非常に不吉な話でもあります。 で、じゃあ今後倒してやったらいいんだろうか ということで、これは日本だけじゃなくて 全てのですね、台本を含めた諸国民が目指すものとして 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よく日本でもですね、私がこうやって もちろん台北中族一辺倒できている 日本の大戦、戦後の大戦、いろいろ批判を 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に対して じゃあどうすんだ? という質問がよく来るわけですね。 アメリカについていく以外に 何かある?これ何とか? という、非常に 何と言いましょうか、急いだ せき込むような問いであります。 これに対して で、そんなに私は簡単に答えが欲しいんだったら じゃあ簡単な答えを読みます。 教えてやろう。 それが中国とせそそんだと。 で、今度は負けるんだと。 そしたら、今、台北中族しかないぞと 言っている知識人とか官僚とか その人たち、同じ人たちがですね 今度は何を言い出すかというと 日本文明だったら、もともと 中国、中華文明の一部だったんだと 言い出すに決まってるんです。 で、だからある意味 台北中族をやめる方法は簡単ですよね。 それをやれば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と。 で、えー、もちろんこれは何の進歩もない という話であって 結局だからどれだけ問題を 私、日本人にとっての問題というのは やっぱりどれだけの 独立心というのを持っているか ということですし で、その際にやっぱり えー、これ台湾の人々にとっては 大陸の中国、独立を脅かす存在としてある 第一番として当たるのでしょうけれども まあ、日本のアメリカなんですよね。 昨日、面白い体験をしたんです。 えーっと、その、政治大学で えー、カンファレンスをや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アメリカの教授が一人来まして まあ、アメリカの教授っつってもですね なんか見るからに背は高くて あたりの間の熱いあの、おじさんでして 今、タイの大学で何か えー、研究員かなかやってる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あの、やっぱりビジティングプロフェッサーだったら なんかやってる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あのー、すごいんです。元海兵隊員がそう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我々をあの、叱りつけていきたいんですね。 あのー、なんか台湾事実とか そういう馬鹿なこと言うんじゃないと あのー、中国やばいだろって これから、あの、北朝鮮もやばいだろって ロシアもやべえぞと ねえ、あのー、お前らだいたい台湾血流してねえじゃないかと 俺たちは血流してんだぞと というような演説をして そして、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の時間には なぜか彼は全く参加せず帰ってきました 要するに彼から見ると アジア人というのは 議論する相手じゃないわけなんですよね 教えてやり、そして命令する相手に過ぎ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非常に興味深いのは 彼はそういう形 まあ、ネオコンな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 同じことを、例えばドイツに行って あるいはフランスに行って同じことができるのか 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たぶんできないんです これはまさに人種差別だというほかがないことであって で、まあやっぱりとにかくこういった現状というのは まあ極めていかんです どうやってこういった現状を これやっぱり東アジア全体として なんとかこれを脱却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 そしてそのために私たちは 知恵を絞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し 悪さを流さなきゃいけないと そう思います どう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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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ユーチャ国 どうこ どうぞ どう どう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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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がって どうぞ 喝紫費 喝戰的這種對話當中的話 他覺得連阿佩晉三海他也兩邊提到 他實在是日本的這個政治家 日本之民才是說出很多愚蠢的話 然後他們對於這樣的話 他們可以依靠美國的軍事力量 那麼他是會欺望韓國怎樣 你們最好如果打起來最好 就是認為日本是很蠢的地方 所以這樣來看的話就剛才提到說 那麼剛才這個什麼 結果上來看的話 嗯 太曉得你會 所以就是說如果來看你叫德國 他有提到另外一點就是說 二戰的時候 我們不要忘了在世界大戰那種 有兩次世界大戰 德國是全世界唯一怎麼樣 兩次大戰都有參與的核心國家 那德國就是在第一次大戰的時候 所以他不承認他們是戰敗的 所以才有希特勒的產生 那希特勒的產生就是要讓你徹底 敗得徹底 所以德國就是經過兩次大戰的殘忠經驗 他們才終於承認他們是敗戰的 可是日本很可惜所以是敗戰 所以他們現在很承認 所以他們都笑著 他其實想說 我想說這大火把這個台灣全部 把日本全部燒成廢墟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想到那個國晨老師跟蘇明老師 很想說台灣真的還是需要怎麼樣 台灣還是需要被亡國 台灣才可以真正台灣獨立 我想這個意思就是覺醒的問題 所以他這題話就說 他提到這一點的時候 他說那經過的話應該如何做呢 那他如果說 如果說因為怎麼樣 我們美國 台灣也是一樣 那日本也是一樣 因為有美國的存在 所以怎麼樣 我們不可以很急切的去責備他 那麼這個什麼 這個簡單來說的話 對美重組的話 他們的日本的自民黨 就是這些我們講的親美保守派 他分成三人來說 他說因為有美國 所以我們才能夠這麼輕鬆 有個拜登老師這種講法 第二就是說 我們不可以簡單去對中國挑戰 那這樣會發生戰爭 那麼我們本來在百年 在日本長所的歷史 本來日本的國民就是來自於中國 所以我們對美重組的話 就是說我們這種心理的來 就是他沒有產生真的獨立的心態 沒有任何的進步 那麼這樣的話 怎麼樣 對於台灣的話 對於中國來講 對於台灣來講 中國是一個威脅的存在 那對於日本來講 美國是一個威脅的存在 那這樣的話 比如說他這一次 他講到昨天在政大的國際論壇 我們國務院請了一個 美國的教授叫Karen 那他是美國原來海軍 可能是什麼官員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原來是海軍出身的 昨天也是 昨天百年教授在評論的時候 真的把他罵出來 很多他不在的 不過我們都很爽 那因為這位特允教授的時候 他就想說 他講話就是說 疑問就是 你們就是亞洲人 你們這些論教我都不認同 他自己批評了一堆的時候 他講的東西就是 你們是亞洲人 我就告訴你怎麼樣 就規定你應該怎麼樣 所以他這樣的表現的態度的話 這種怎樣 對亞洲人的傲慢的態度 他非常不能認同 所以這樣的一種 對我完美的事 他就說 因為因為有這個日美同盟 台灣也因為有 台灣跟美國的同盟 才能夠保護這個區域的安全 這是Carrie教授所強調的 他也就是說 我們美國大哥說對就是對 所以這也非常的反感 所以他如果 美國這種態度 能夠拿去德國跟法國 用同樣的態度去踐踏 德國跟法國 但是我也是不可能的 那美國對亞洲就 絕對這樣的態度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涉及到說 那麼 經過的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什麼 對於這個什麼 美國的態度上 對從國的態度上 要有更多的自我意識的覺醒 或者我們要很遺憾的說 那麼我們是不是 藉著虎假虎威 然後藉著別人的不幸 來感覺說自己還沒有那麼多希望 我覺得都回到 剛才柏洋老師跟郭誠老師講的 我覺得這是今天三位非常 我是最後加上這幾句 我覺得這是大家非常重疊的地方 也是我們昨天在討論 最後大家批判一個勝負 希望能夠大家也都在這個問題 這是我加上 謝謝你 就不用了自己說 那你跟我說 謝謝 好 關鍵的話 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 那一定要講 你讓各位說明 他為什麼那麼喬息 日本的知識論壇 因為他說 萬一 日本必須要連在戰敗一次 才會順利反省 然後他如果以前輸給美國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說 美國多好 從事美國很好 那以後接下來就是 如果敗給中國以後 那些原本很稱讚歌頌美國人 就忽然就開始說 日本文化原本就是來自於中國 所以我們敗給中國沒有什麼不對 我們應該從此也會要從屬於中國這樣 所以他的歷史 我從這邊看出來 日本的知識論 尤其是保守清美的知識論 沒有自主性 沒有主體性 然後這個 這個當然對我們台灣有很大的歧視性 對啊 這個 保守主義 現實主義是好像是貫穿歷史的普世的 對